好 在台風天的夜晚 墾丁大街這邊的夜市 原本以為店家都沒有開 但是呢 滿滿的人潮 車潮 還有店家幾乎80%全部都開了 所以我們今天晚上呢 幫大家做個小實驗 當然房台新聞大家都看了 大家都房台了 但是墾丁大街這裡 我們來做一下 台幣1000塊的現金 可以買到什麼東西 像旁邊呢 這個非常好吃的烤魷魚 阿根廷魷魚這麼大隻 烤完不縮水 老闆娘說他絕對不縮水 也沒有掉包 這樣一隻呢 是150塊 還有呢 這個炸冰淇淋呢 他也是60塊 所以我們今天到底1000塊的現金 在墾丁大街買到什麼呢 帶大家來看一下 盤整一下 首先呢 我們買到了這一隻烤甜玉米 這一隻呢 大家想說在墾丁大街買玉米 很恐怖對不對 不 這一隻100塊而已 沙茶口味的 下面這裡呢 則是呢 這個呢 足足有半斤種 九到十隻的胡椒蝦 也是現做沒有掉包的 旁邊這裡呢 則是呢 一長隻的章魚鬚 這個呢 榨章魚 這樣一份呢 是六兩種 這是100塊 還有這個剛剛看到 烤整隻的魷魚 這樣看起來 裝起來小小一碗對不對 但是呢 你看旁邊 他原本原本的樣子是這樣 整隻的 整隻的 但是裝在碗裡面變小了嘛 所以他這個是整隻的 這樣一隻是150 還有這個炸冰淇淋老闆呢 原本60塊 特價50塊 還有呢 這一杯調酒 這杯調酒是 聽說是呢 墾丁專屬口味 而且他酒感是很夠的 這一杯呢 是300塊 所以呢 包含了 喝的 吃飽的 海鮮的 玉米 還有呢 甜點 這樣子 林林總總呢 加起來是台幣1000塊 大家覺得這個價格怎麼樣呢 我個人是覺得好像跟北部的夜市蠻類似的 但是沒有你想像中的恐怖 因為之前傳說 一隻玉米三四百 沒有啦 這一隻100塊 整個胡椒蝦 這個呢 是300塊 100 150 50 這一杯300 調酒 尤其是調酒 之前有人說呢 春那時候呢 買一杯調酒超級貴 但是呢 如果他酒感夠的話呢 這裡面呢 有六種酒 這樣一杯呢 300塊 大概也是呢 Pub的價格 您覺得這樣子的價格1000塊 這樣子滿滿一桌 我相信呢 如果是一對夫妻 這樣子都能夠吃飽 不用吃晚餐了啦 這樣1000塊 您覺得這個價格如何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這就是目前呢 在這個颱風的夜晚 目前墾丁大街無風無風狀況 幫大家看的1000塊 到底墾丁大街可以買到什麼東西呢 感謝您 交給蓬蕾 感謝您 交給蓬蕾 感謝您 交給蓬蕾